主料,秋茄500克,瘦肉100克,辅料,油,韩国风味酱,蒜末,香菜,葱花,白芝麻,剩水果两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秋茄洗净,去地,把秋茄先切成短,后对半切开,食用时再切,以免氧化,秋茄上锅蒸熟,备用。 蒸秋茄的时候,把瘦肉剁成肉末,切好香菜,葱花,蒜末等备用,热油锅,下蒜末和肉末炒香,肉熟食加入韩国风味酱炒匀,至先可以加一点水调匀,最后下香菜和葱花炒匀,肉酱就做好了,把肉酱淋在秋茄上,再撒上炒香的白芝麻,即可而剩余果,一分为四,装饰用,烹饪技巧。 秋茄要是用食材切,以免氧化,如果实在没办法就用盐水,或者柠檬水或者水中加醋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